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第103节 103节 这个是全文第15大段 讲到家庭之物 贪婪无焉 咒诅求知 第一句这个意思 就是贪心太重 这个诸节里面 我们把它念一遍 以口求越难 以人之贪 如口之事物 无有厌齿 无有穷极 这几句话 货莫大于不知足 知足者平坚一乐 不知足者富贵一忧 世人贪求素饮 文里面的意思 文里面的意思 在仔细观察现前的社会 我们就了解古圣现现 确实 知足真实 真实 智慧 今天这个世界 贪婪之人 为什么这么多 这造罪业 这是后端 罪根后端 为什么有这么人在做 不晓得回头 原因在什么地方 在没有人教导 所以 我们在这个讲堂上 时时刻刻提醒同学 我们同学 自己能不能回头 有没有觉悟 很难说 天天在听 天天在学 还是不能回头 还是不能觉悟 或者是明知故犯 这个原因又在那里 外面 社会的诱惑力量 太强大了 我们自己的智慧 非常薄弱 如果说是遵守 佛菩萨的教诲 古圣先贤的 训导 好像我们在眼前呢 就吃了大亏了 上了大当了 便宜都被别人占去了 自己总是不甘心 不情愿 于是 明知故犯 甚至于 疑惑 古圣先贤的教会 那已经过时了 过去了 现在不适用了 有这种 静节的人 躲 太多 太多了 又有几个人 了解 事实真相 真正了解 事实真相 肯吃亏 也愿意上当 便宜 让别人去占 亏 我们自己来吃 他为什么肯这样做呢 他晓得 前面的环境不一样啊 我们今天吃亏 来生占大便宜 世间人现在占便宜 来生就吃大亏了 这个道理 必须深入精脏 深结义去的人 他才懂得 他才肯做 结的情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没有看到将来的利益 我们眼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 自己要清楚 过去 这是民国初年 丁富宝巨寺 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入福 都有相当深的造诣 四十岁的时候 就把人生的真相 看清楚了 对于世间 一切住法 就没有留念 他跟朋友说 我住在这个世界 就像旅游做客一样 知道这个家 这个财产 四业 都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金刚经商所说的梦幻泡影 一丝毫 一丝毫 职责留念的念头 都没有了 他心得清净的 智慧开了 所以专心在佛法 专心在佛法上 为前途着想 人 人有来世 来世 什么时候来临呢 谁也不知道 刹那之间 这一刹那什么时候到 没有人知道 也许几十年之后 也许三五年 也许三四天 也许就在现在 一定要明了 黎宾南老居士 往生头一天 告诉学生 世界乱 他说 祝福菩萨 神仙降临 都救不了 业力不可思议 第一章经上讲 众生的业力 能抵虚弥 能深大海 业力不可思议 祝福如来 也不能转众生的定业 这个不是祝福菩萨不慈悲 幸福众生三无差别 众生的业力 要能跟佛法激活起来 还能有救 但是众生今天的业力 跟佛法完全脱节 上个星期 由台湾的几位出家的 比丘尼来问我 婆里 寺庙那么多 出家人那么多 为什么还有大地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难 我问他 我反过来问他 为什么参与法师没有在那 他也住在那个地区 从前黎兵南老就是常讲 有妙无道 不能新教 不是妙多 佛菩萨佛像多 那个地方就叫有佛法了 错了 问你这个地方 有没有真正修行人 没有真正修行人 虽然出家了 还是曾民独立 还是互相诽谤 彼此真信徒 不择手段 这哪里有道呢 现在大家有一个 很错误的观念 以为多建几个庙 多造几尊佛像 佛菩萨就来保佑我们 自己就可以毫无忌惮 归非作呆 佛菩萨还保佑他 哪有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要清楚 要明白 甚至于现在许多人 出家 出家的意义都不晓得 学佛 佛是什么 不知道 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咒诅 就是我们讲的诅咒 在台湾很风行的 你看哪一届选举的时候 他们都读咒 还斩记头 在这个神前读咒 这是造孽 不读咒 罪过已经很重了 读咒还求神明来包庇你 也是你的罪过 哪有这种道理呢 中国古书里头 有解释 聪明正直 是为神 神聪明正直 神会接受你的贿赂吗 神会包庇你吗 接受你的贿赂 包庇你 戏弄你 那不是神啊 那是妖魔鬼怪啊 今天这个世间 我们要问 有没有神 给诸位说 佛菩萨神都远离了 包围在这个世界里头 是些什么东西呢 妖魔鬼怪 为什么妖魔鬼怪来了 这佛菩萨神仙都走了 感应道教 人以真诚善心 就能感动住佛菩萨 人要是自私自利 以悟心 悟心 你所感到的是 妖魔鬼怪 这佛家常见吗 众生有感呢 佛就有印 善的感 佛菩萨印 我的感呢 妖魔鬼怪印 义经里面所说的吧 我以内居 人以群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善与善感应 我与我感应 我们学佛的同修 天天读经 天天念佛 绝对不会到 跳舞厅里面去 绝对不会到这个 赌场里面去 你到里面去找 一个都找不到 不是一类吗 它不同类吗 我们懂的 这个道理 所以读咒 这是 无辱 真神 八截 妖魔鬼怪 读读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事实 它的后果 我们不说 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我们细读感应篇 熟读感应篇 今天社会上 种种现象 你一目了然 即兴霍福 你能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怎样去及避凶 你也知道了 理论 方法 都明白了 我们 我们学佛 特别是 映光大使 一生当中 提倡 廖凡事 赶音篇 他的用意 挽救当前的捷运 我们现前 有空前的大灾难 这个灾难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普通人都已经能够觉察到了 我们要掌握着机会 有一天的机会 认真地干一天 老师念佛 求生进土 绝不随顺众生 走 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 从心上改起 尤其是学佛人 学佛人当中 尤其是出家人 从哪里改呢 不为自己去着想 一切要为苦难众生 贡献我们一点心力 正是古人所谓 知其不可为意而为之 这是一念慈悲 我这么大年岁 为什么天天还要在这个地方 讲经说法 还有一些地方邀请 还要劳碌奔波 你们诸位能体会吗 不为自己 为众生 为佛法 如果为自己 我跟很多同学讲过 我希望早一天能够隐居 我希望早一天能够隐居 读书 读书 诵经念福 这个机会我有啊 我可以做得到啊 暗暗想万年 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 奔波 是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人讲经说法 如果有人讲经说法 我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了 我希望这边 培训班的同学 能够好好的学几年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教下去了 我不再在讲台上了 总的有人接替 我接替黎炳南那句实 黎老师一生 讲经说法 97岁往生 往生前两个星期 还在台上讲经 他老人家给我们做榜样 给我们做示范 绝不求自己的暗路 学己为人 我们学佛菩萨 我们将来的去处 是西方极乐世界 前途一片光明 这一生当中 受一点辛苦算什么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为什么 我觉得 为什么 没有 没有